好飞的朋友飞的早餐我是男嘉隆来今天民国110年12月1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我们把跟钱有关的讯息的都把在这里那财经产业科技资讯理财都会放在这个地方那同时他也在告诉你就是说失去已经到了12月了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好所以在年终的打理了自己的生活整理了各方面那如果呢平常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的这个时候呢 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好那星期三的七点钟的时段那除了每个月呢我会请沈云聪的为大家做一些国际财经资讯整理跟导读之外其他的时间我都尽可能请一些呢请一些专业人士呢来到节目的现场那分享他们的专业或者呢请他们的为一些的专业的资讯的做导读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呢谈一下呢加密货币但加密货币谈了很多现在有关加密货币的讨论跟出版品太多了那这本这本书呢 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他谈到呢比特币那以太坊那稳定币和脸书币将如何改变了全球的金融系统这个问题就大灾问了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呢讲讲的完了但他确实是在一个呃趋势快速变动的过程可能每一天或者每一两天呢你都可能会有一些触发你对于就是说呢数位货币的新的想象的一些议题呢出现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吉安呃吉安呃霍尔皮切利那他是著名科技网站的Wired的资深组编好那你听他名字大概就意大利的名字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那目前居住在英国的伦敦好那专长在加密货币了科技法规等等的领域好那不只是这本书而已而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来宾啊 那在过去呢我反过他一回哈不过那个呢隔着隔着隔着电话线啊因为有疫情的关系隔着电话线我总觉得那个就就就是味道呢就还是差一点好今天的终于能够呢来到来到现场呢为他导入这本书那不只是这本书我说了哈他他他本身的本身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很多来在我们现场的那这个兰涛亚洲的总裁呢黄继元黄总裁欢迎呃那个向王兄也好大家好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安好那因为上个上次我跟你访谈完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投资银行东海大学那这你对对对自己的母校的那个认同跟忠诚度之之高投入之之多所以一个一个学校有结束校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哪里对要要不然有很多的学校你看有很多的高中在在消失我我我常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要小心你将来可能没有 母校你的母校可能会消失所以如何让让自己的母校的发光放热自己是个结束校友呢至关重要好我们先先回到这本书待会有时间我们再来再来呢谈就说呢黄继元对一些的对一些他的专业领域的看法加密货币因为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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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核心在投资银行呃加密货币到现在为止并不被传统的金融体系接纳跟承认 你的看法也一样吗嗯其实啊 这个我个人呢就在看到加密货币现在是到达一个转转折点啊加密货币或者我们如果讲比特币的话啊就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如果你想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题目啊真正在这里面提到但是呢我认为呢2021年啊事实上是一个转折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今年开始啊有越来越多华尔街主流的金融机构开始渐渐的认同加密货币当然加密货币里面最主要的是这个比特币啊 他大概有50%以上的市占率啊其次的是以太币那至于你其他的听到的一些呃这个都都不是主流比如说是这个马斯克的什么狗狗币还有最近这个骗人的这个鱿鱼币啊他骗了很多人的这个钱那这些都不是主流的这个货币但是在今年开始啊我们看到华尔街一些主流的投资银行举例来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摩尔根斯丹利啊他就是在投资组合里面呢就有推荐这个加密货币啊就把逐渐把它纳进去那我们另外呢看 看到的就是说是像这个最大的这个线上的这种的呃这种线上金融的公司美国有一家叫PayPal啊马斯克也是PayPal的创办人啊他这个现在也开始这个接纳啊这个加密货币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国家啊比如说是像这个萨尔瓦多最近啊把这个加密货币啊当当做一个法定的货币啊当做一个法币那另外呢你看到就是说是这个 还有一些啊就像中国大陆啊他推出叫主权数字货币我们台湾叫数位货币他人民币数位化人民币的人民币的这个数字货币那他事实上大陆呢是不认同这些其他的加密货币没没错他就自己国家自己来搞那你这个中央银行我有人民银行我自己来搞这个这个货币啊所以主权这个数字货币他现在在这个北京上海深圳苏州这些地方都有试点那他的今年的明年的这个冬奥的这个时候呢会广泛的这个推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加密货币逐渐被这个渐渐的渐渐的啊被这个主流的这个所认可但是呢我们的另外同样的这个时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监管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啊就举例来说他今年的时候他有推出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期货啊的这个这个这个比特币的期货的这个ETF啊那这个呢事实上是这个这个等于说是很新的这些的东西 那等于是说加密货币的衍生商品这个也出来的另外一个加密货币的衍生商品各位可能听过的啊叫做稳定币啊他就是跟这个比特币啊联动的啊这个货币啊这些东西也出来但是主管机关呢对于其呢仍然是抱得非常怀疑的态度那我们呢现在看到的这个点呢就是感到说有个大潮流要来那这个大潮流呢就其实越来越多的主流机构呃接纳那这个呢是很值得我们所重视的当然台湾呢你说台湾怎么台湾的主流 这个机构没有啊或者台湾的监管机构没有这个接纳啊央行的总裁杨金龙最近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啊比特币的话他说说作为这个支付的功能只有1%那其他的99%都是作为投机或者是投资那就是说所以这个所以可能大部分他认为是炒作所以台湾是没有接纳但是呢我认为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讲现在已经到达一个你不得不去重视他啊这个现象你不一定能够接受他但是你必须了解他 这难度很高因为大部分现在第一个当然就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他的对于数位货币加密货币的认识跟对跟传统货币的认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不一样的系统最重要是背后没有一个一个主权机构担保你好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他现在行情波动非常的剧烈啊他他很难作为支付工具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他的波动太剧烈了 大部分的持有者或者说是要收收付的人大概承担不不起那样的风险第三个他现在价格很很高了要要分割也不是这么的容易那以萨尔瓦多今年呢把他当作是法币当他之前吃过美元吃过他自己货币的亏他要挑挑比特币可是这这这几个月的时间萨尔瓦多杂音也也很多但刚刚开始了我觉得这刚开始难免会断适应期 好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好比如说以MF来讲好MF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到现在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一个国家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跟自己所发行的货币可以去换算的货币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接纳他我我就华尔街因为我问的是问题外行啊华尔街把它当作是一个投投资组合纯粹是因为他的他有波动性 然后他市场的交易量呢其实其实也不低了那现在一些呢专业的交易所其实其实每天交易都很热络再加上经营讨论很高所以把它当当作是一个投资组合 可是对一般人呢一般人 你你的建设一般人可以开始对比特币除了当作是一个话题之外可以开始有一些的投资的琢磨吗 是我们这边讲到这个一般人的时候我们要来界定 比如说我好的那您呢跟我呢可能都是比较属于这个老coco啊或者是比较不是啊真正适合这个加密货币的时代 加密货币现在被一般的人啊大部分是被真正的年轻人 我们讲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Z时代啊或者是90后或00后啊这些的时代对他们来讲 因为他们是数位原生代所以他们是相当能够接受加密货币的啊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首先来讲到一般人的话呢就是说是年轻的时代普遍的为他们能够所接受 就像你现在讲到说元宇宙的话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啊 但是年轻的人的话他是这个非常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数位的原生代 那现在另外呢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个名词最近有听到一个叫做非同质化货币叫NFT 那也是一样那这个non-fungible token呢其实也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的啊叫另外一个货币 你看到艺术品啊什么他都能够有一个价有一个价值啊他都都能够有一个交易 那这些呢都都是说明说现在的一个新的这个世代来临 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投资人你能够接受这个元宇宙世代 你能够知道这个NFT的话那你就不会去怀疑啊这个就加密货币 如果说要讲历史的话那这个加密货币的历史啊至少有这个八年十年的时间 你这个元宇宙啊才炒作了一年 你如果说什么NFT的话也不过是才炒作了两年的时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所报告的就是华尔街的主流机构 他们的意见呢是能够重视的 萨尔瓦多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 美国现在最大的银行是什么啊不是花旗银行是JP Morgan 摩根大通摩根大通呢最近出了报告啊加密货币 现在的价格大概在六万七六万八左右 摩根那这个摩根大通他的报告呢认为说加密货币呢 在短期内他应该可以到达七万美金那中期内啊中期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他认为应该可以到达十四万美金 各位请注意这是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啊 这是最大的银行啊最大的银行商业银行 他所出的报告 他是这个小摩大摩是这个摩根斯丹利 小摩就是我们讲的这个JP摩根啊 他的这个这个CEO是Jamie Diamond 那也是这个美国的金融界的这个传奇的这个人物 那另外呢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说加密货币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的这种死中的拥护者啊 那死中的拥护者的话其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呢 这个大家一定听过 大家知道美国最近呢有个叫方舟资本女股神伍德啊 这个Cathie Wood啊 那他呢就是加密货币的死中的拥护者啊 所以他这个这个所以加密货币是跟新经济啊 里面呢是息息相连的是连贯在一起的啊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这个一个点 那到今年美国呢 您刚才提到了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加密货币交易所呢 今年呢就在美国有一个上市的 叫Coinbase C-O-I-N-B-A-S-E 这个是加密货币最主要的一个交易所上市 那这个这个上市的这个就带动了 很多的买期这个就是一个平台啊 这个整个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上市 那你不要说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上市 最近最近的美国的一个很热门的股票 是圆宇宙的交易所 这个叫ROBLEX啊 这个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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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LEX它都能够上市 圆宇宙交易所都上市 那圆宇宙交易所这个我刚才讲 才是刚刚炒作的题材 连加密货币能够有一个交易所的平台上市 就代表说它事实上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系 它形成了一个ecosystem 那这些的信息都是值得重视的 不我们不能够再说 这个是一个炒作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这个投机啊 就是我们必须去认识他了解他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兰涛亚洲的总裁黄启元 今天呢请请启元兄来呢 为大家呢导读这这本书 也让大家因为他毕竟是 黄启元毕竟呢 是在是在金融投投投投投资圈子里面 那在创投的领域里面 那非常久 因为你因此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数位货币 加密货币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讲会很有影响力 因为他毕竟毕竟是在一般人的货币 使用经验之外的的东西 他传统的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货币 对许多人来讲都已经够抽象了 虽然你会摸到铜板摸到摸到纸烧 可是你还是会有很多很抽象东西 他不是善意善意能懂 大部分人会用但是不懂 那数位就更不要讲了 你连理解都有困难 更不要说你刚刚讲的像元宇宙啊等等 这些那个已经 你就算就算了再再跟你讲三回 你不懂的就不懂 因为没有太多的一些具象的东西 可以让你去认识他 好那但是数位或货币 大家说对所有的叫做货币的东西 总会想第一个流通 第二个稳定 第三个交易 第四个如果说出现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一个担保机机构 这些大概都会是大家会问的问题 传统货币起码能满足这几点啊 虽然也会有缺陷 因此在我们谈加密货币的未来性的时候 没有错到现在为止 如果一般人把它当作是一个炒作 因为还没有还没有任何的金融机构 除了萨尔瓦瓦都之外 把它当一回事啊 主要的实体的就是说 国家都不接受数位货币 作为一个一个合法的货币 好那我们在面对到数位货币的未来的时候 第一个他他未来他有未来性嘛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的全球的主要的金融体系 跟他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还是个替代的关系 那从一个政府机关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央行 央行现在看数位货币 跟平价数位的货币的方式 从皇权角度来讲 是不是有问题的 你有什么建议 进广告回头了 好 非得莫王非得早餐 我是人家龙 来12月1号星期三 来今天我们访问了另外一个聪明人 黄启远 那我刚刚介绍他呢 他是他自己的母公司呢 通常大家在蓝韬 亚洲啊 那他作为一个创投的 创投的公司的总裁 那另外呢 他也是呢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的 创会的理事长 那刚刚在跟他聊的时候呢 他最近呢 可能投入比较多的是 一个叫东南亚影响力联盟的 一个机构 这机构呢 我刚刚听黄权讲了 我今天吓一跳 黄权说台湾你说有 两万三千个越南学 是的 真的吗 台湾有这么 我知道有很多的越南新娘 或者 或者 新的著名啊 什么这些加起来就已经十万人了 光是学生就超过两万人 那不得了 就而且你说来来台湾念书的越南孩子 就就两万三三千 因为我我听过印尼年轻人来台湾很多 就说越南来的也也很多 现在跟台湾最相关的国家 东南亚是越南 越南越南 对就是一方面呃在我文化的各方面的同源性的比较比较高 他们在台湾其实也都呃存活的很好 那台湾的台商了在东南亚各国的投资里面的越南海还是最主要的 包括红海啊等等 好但是呢我们先回到这本书啊 这本书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 那这真文化出版 那做作者呢刚刚我们稍微提到过了 今天呢请黄旗呢为大家做做做导读 因为我觉得这是关乎到趋势观察跟判断 他不是绝对的对或者是是错 而是加密货币尤其是尤其是比特币 走到走到今天的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啊 那他已经已经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原始的 觉得觉得没有人想要去多看一眼 觉得那就是炒作那这个骗局 可是当他要要成为我们所认知的货币 他现在还缺什么 嗯现在的话我我我觉得啊 就是说是最重要的是更多人的参与 我们在做一个这个呃任何的时候 有一个字啊叫生态系 你要看这个生态系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人参与 比如来说红海 他现在打造一个这个这个电动车的生态系啊 这个平台啊 那平台是你一定要有电动车啦 然后你一定要有这个基础建设啦 然后你一定要有很多的人买啦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厂商去生去生产 那如果我们来看到加密货币的话 现在啊就是这个条件啊就越来越成熟 有越来越多的主流的这个金融机构 像我刚才讲的像传统的这个大的银行 JP Morgan 像线上线的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平台PayPal 像Coinbase交易所啊这些不管是线上线下 很多的这个机构的参与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人啊 不管是年轻的20岁的这个Z时代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啊财富管理有相一定程度财富累积的投资人 他愿意啊至少放一部分啊可能不是百分之四十五十 但如果你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百分之五到十的资产啊 这个是英国有做过研究美国有做过研究 放在跟Cryptocurrency跟加密货币有关的话 答案是yes的啊就大家愿意放一点点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啊 他逐渐被认可成熟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呢就香隆兄刚才有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哎这个中间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信度啊 这个credibility这个reputation 那骗局也很多 对对对像有鱼币啊这些等等 那你说哎那这个谁来担保 那这个就讲到加密货币很核心的精神 他是去中心化 没错他不是某一个国家 所以他不是美国 不是这个中国 当然中国大陆他现在有用央行自己出的 这个叫主权数字货币 但是加密货币我们现在所讲的 比如说比特币或以太币的话 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货币啊 他不是这个他这个基本上是 他是透过大家讲的啊 整个的挖矿啊什么这些的过程啊 这个所发掘出来的 所以他不是有某一个国家的央行 这里面所发掘出来 那这个就讲到未来的 这个经济机构 金融机构里面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趋势 以往的话是各个国家有央行 比如说美国今天是世界上最 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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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国家 是因为他有这个全世界 这个都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美元作为交易啊 那美国的话可以 美国的联邦这个这个准备 可以不断的印钞票 FED啊 他是这个量化QE啊 当然所以他是有很强大的这个力量啊 那这个呢是一个这个这个 一个国家可以主导全世界的金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加密货币的趋势 就是现在逐渐逐渐呢 有这个去中心化 所以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这个央行 也不是这个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啊 来来来主导的 而是有很多的这个参与者 大家逐渐的来使用这样子的这个加密机构 而这个本身 他是不可以被篡改 他不可以被这个 就是说他有有这个 就是说不可以被复制的这个特性 所以他一旦的这个 你持有了这个中间的话呢 事实上是 他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的 那当然这个其他的像最近这些什么什么鱿鱼币啊 什么真的这个这个是另外的题外话 因为大家这个太太多太多这些这个新出来的 这个是可疑的 但是如果你讲的是主流啊 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讲 你至少看到两个 一个就是比特币 另外一个是以太币 这两个的绝对是啊 就是你你不能忽视 而且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有一个名词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讲到的 就是稳定币啊 就是stable coin 那稳定币是什么 它是跟加密货币连接的啊 这个稳定币呢 现在就是主管机关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还是有些迟疑的 因为加密货币啊 它的一个可信度还在被确认当中 那他等那这个稳定币 等于是加密货币的衍生商品 那刚才我提到了 加密货币 现在也有这个比特币有ETF 那这也是加密货币的衍生商品 所以一个主流还没有被完全确定的时候 它的衍生商品是还有意义的 那这本书呢 里面呢 就是说他另外呢 还有提到一个名字啊 他翻译成天秤币啊 天秤币就是三年前 各位如果不见忘的话 是脸书 他推出了一个叫Libra 这个LIPRA 这个Libra 这个天秤座啊 那天秤币 那在后来失败 那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这是由某一家业者 他所推出来的 那这个中间呢 牵涉到其他的国家的 这个央行的这个秩序等等 这个等于是一家业者去做 但是比特币并不是某一个业者 他不是苹果推出来的 也不是美国推出来的 他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我这个是我 我所要讲到的这个 这个第二个点啊 就是说是这个 他他本身的这个credibility 他在本身交易的这个特性 那第三个呢 这个我要讲讲到的呢 是跟各位观众提到的 就是电子支付 就是您可能会去说 这个电子支付 你有没有常用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虽然我今天在这边讲 这个加密货币 但是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很诚实的报告 我没有用电子支付 我是少数到现在 还有在用这个现金的 香龙兄可能 你会当然 电子支付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用这个电子支付 那电子支付呢 其实也是在 他一定有一些环境啊 就是会让他加速 那这个环境呢 就是covid-19 所以covid-19 加速了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像台湾的话 大家哦 这个现金交易了 什么都很方便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外在环境的变化 突然的让这个整个的电子交易啊 就是变得更活络 那所以加密货币的现在 这个突飞猛进啊 跟这个电商货的电子交易啊 事实上是有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电商的这个这个突飞猛进呢 又跟这个就是我们的covid-19啊 事实上是有关系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说covid-19是间接促进了这个加密货币 因为covid-19促进了这个无接触经济 无接触经济带动了电商 那电商的这个交易 就加密货币啊 这个大家很多 因为你不可能去 那再用现金去做这个 也用信用卡也是很麻烦 所以这些呢都导致 所以有些是这个加密货币 自己本身的参与者 那有些是外在的这个因素 加速了这个整个的流行 这是我补充的三点 好 因为刚刚呃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他未来跟跟传统金融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就说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的 他也他也送了一些就参与实验者 送给他一些人民币数位人民币 让他们去试着看 就是呢培养那种的那种的交易的交易感 然后也试着看了他的运作当问题 但是他还是人民币啊 他他只是数位化的人民币 他仍然他有要保有人民币的 除了除了没有实体货币的以外 人民币的一切的属性 他他都具具备 那你会看到主要的金融 就包括你刚刚讲 就是我们的央行 一样对他看起来就是很保守 那将来你预期这个数位货币 先不说别的 我们就光说比特币跟以太币好了 那他将来跟跟跟传统的货币之间 会是怎么样关系 会是个替代关系吗 如果替代关系 那你我们也都知道他没有 他是去中心化的 他没有一个发行机构 那各个国家之间 那不是更没有安全感 因为货币相当程度上面 他终究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象征 没有货币的发行权跟掌控权的时候 许多国家很没有安全感 那将来他们跟传统的金融体系 会是怎么样的关系 首先那个谢谢湘龙兄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整个的 他跟这个他不会是一个取代传统的这个货币 所以在现在到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还是会有传统的货币 但是就用我刚才所说的电子支付 那未来你至少可以看到几个电子支付 第一个是你看到几种支付的形式 第一个的话你可能还还是现金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比例 特别在欧美急剧的减少 大家觉得这个去碰触钞票是很肮脏的事情 第二个的话你看到越来以往的话是信用卡 但信用卡现在这个费用什么这些的很高 那第三个就是说你看到的是这个像加密货币 那这个比例会调整谁的时间 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 他的接受度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 那这个加密货币呢 这个作为一个支付的比例会越来越提高 那当然成如我们的央行总裁所说的 现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的这个比例只有1% 其他的99%都是投机或者是投资 那99%里面可能60%70%是投机 这个也许作为投资的可能只有20%30% 但这个比例会改变 将来的做把这个加密货币作为投资的比例 这可能会增加 这个是为什么像欧美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 比如说布莱德 BlackRock 比如说Morgan Stanley JP Morgan Paypal 他们把它当做一个可以纳入 这个就是投资的一个工具 那这也是另外呢 就是说是作为支付的这个比例呢 也会增加 所以呢您刚才讲到了说 跟传统金融的机构的这个关系 这个之间呢 事实会会逐渐的这个比例会拉上来 第二个呢 你讲到这个安全性 这个就就就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以往的话就讲到说 那各位可能会说 那美元作为这个安全性 那您认为这个美元是安全吗 那你可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 今天我们现在看到了 中美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抗争 就是因为中国崛起 而且中国在未来十年内 一定会超越美国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 包括AI 包括他的军事 逐渐逐渐的都超越到了美国 那金融的部分 事实上是还没有的 但是这个全世界 如果说你讲到说 外汇的储存 做Foreign Exchange Reserve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大概 已经有将近3%了 美元还是绝对 但是我同样的道理 就是你要去看到说 那美元是不是 绝对是大家可以最新来 如果你讲到100年前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什么 大家觉得是英国 大英国协 那英国会衰退 那如果说100年后 全世界 我们不要讲100年后 50年后 最强大的国家 是不是还是美国 不一定 30年后可能都不一定 那美元还是你心目中 最能够信赖的这个工具 对不对 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个点的安全性 那第三个呢 讲到这个安全性呢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就是最近加密货币 在一些新兴国家 我们他当然不能够 跟美国跟中国 跟这个什么欧元的 这些的货币去比较 但是他在一些新兴国家 他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比他们当地的 这为什么萨尔瓦都把它当做一个法币 或者非洲 这什么非洲的国家 你在一些新兴国家里面 如果你叫他是说 当然拿的美元是最安心的 但你请问你去拿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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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赖比瑞亚或者是这个波多黎各的货币 还是你又付给他这个这个这个比特币 你问他他拿到比特币说不定会很高兴 但拿到美元是最高兴 黄旗元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 币值越不稳定的国家 比特币就越风行 虚拟货币就越越风行 因为他比自己的政府所发行的实体货币要可靠多了 而且看起来更安全 那很多很多国 尤其在在20192020年这一年当中 许多国家都深受通膨之苦 台湾还没有到恶性通膨 美国即使现在通膨率呢 每个月都在创30几年的新高 可是他没有他没有到失控的地步 可是像是在中南美洲 或者像是像是土耳其这地方 那个通膨都已经是百分之十 是十几百分之二十 那你拿到了之后 你你如果你如果持有的是呢 比如说比如说土耳其的土耳其的这个离 你拿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啊 因为明天的剩多少你都不知道 那我还不如换成比特币 对了比特币也有波动性 可是比特币现在有个好处就是 你注意到他其实在趋势上面 只要你有耐心他的趋势一直都往上走 所以他就成为你说投机也好 投的投资也好 他的条件就摆在那里 之前在呃这一波当当这个呃 马斯克讲话的时候 他一度快点看起来要跌破跌破四万美金 而且又上来了 本来我以为说他差不多了吧 但因为特别在马马斯克的这样一个炒作之后 但是又上来 但我我今天请黄秦来并不是在在谈比特币的投资 只是这个虚拟的数位货币未来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持有的意愿跟我们的投资配置 或者在货币的使用习惯上面 我们将来到底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健康正确的态度 去跟这种虚拟数位货币相处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都需要的 那进广告回头做期间就跟黄秦黄总裁聊 好飞龙波网飞碟早餐 我是男嘉隆 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在过去虽然节目当中呢 谈到过加密货币 常常谈到不管从新闻的角度也好 或者从一个专业的出版品的角度谈到 不过他他在他也在告诉你 就是说他是一个一个发展中变动中的 他不是技术而是概念 我就知道今天比特币 我们在谈加密货币的时候 他就是个概念 是一个变动中发展中的概念 而且这个变动跟发展呢 他似乎朝着越来越成熟 那越来越有未来性的方向走 虽然讲到这一步为止 我也只敢讲到就这样 我不敢给大家任何的建议 我也不敢说将来他一定就会如何如何 因为目前他还不具备 对我们所一般认知的货币的需要具备的几种的主要的特性 可是他存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消灭这件事情 可能是确定的 好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为大家导读这本呢 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啊 那包括讨论比特币啦 以太币啦 稳定币跟脸书币将如何改变了全球金融金融体系 那书呢是真文化出版啊 那作者呢是吉安沃尔皮切利 那今天特别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也谈 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金融投资方面的专家 他也是呢创投呢 跟跟这个跟就是说呢 并购方面的专专家 在我们现场的呢 这个蓝桃亚洲的总裁呢 黄启元的黄总裁 那借着借着聪明人 好那他们因为一直在这领域里面来讲 连一个传统做创投 做诟病 理论上来讲 我就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你自己不做电子支付的 可是你对于对数位货币好像还蛮 蛮蛮了 这不是落差很大吗 你自己都 这个呢 我之所以这样子呢 我来这个讲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读书啊 我是一个这个要 我每个礼拜要读30本书 我有速读的能力 所以我是要吸收大量资讯 那第二个呢 我帮这本书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这本书啊 大家知道这本书啊 是一个这个国外的这个杂志 叫WIRE WIRE是美国很有名的杂志 它是专门讲这个新经济的 这是WIRE杂志的资深编辑 所以讲这个WIRE杂志呢 他如果你说台湾要一个 跟他这个比较的 应该是说是台湾有本杂志 叫数位时代 所以专门是讲新经济有关的 这个事情 那这个美国呢 这个是新经济里面 最有名的这个杂志 所以这个是 它是有credibility的 就如果说我们讲传统经济的话 那可能是经济学人 但是呢 economist 但是新经济的话 就是WIRE magazine 所以这是一个 新经济里面最有名的这个杂志 那这个WIRE magazine呢 它呢 这个在今年啊 出了一系列的 简单的小书啊 因为新经济的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他出了这个这个六本啊 一本的话是叫cryptocurrency 还有一本是讲AI 有一本是讲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 有一本是讲生计 有一本讲量子电脑 还有一本是讲这个食物啊 就未来食物变迁 套书 它是个套书 我就看到了说 这个WIRE居然有人来书 那另外呢 我要这个 第二个小广告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中间啊 就是说他其实啊 他不是啊 去讲这个 现在外面的 你如果到这个书店成品去 你看他讲这种比特币啊 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有很多是从投资的 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 但你如果看他这个 这本书的标题叫 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 就他是很宏观 他从一个宏观的这个角度 但如果你可能会被政治这个字 所迷惑 但是他所要讲的就是说 他是一个macro 那我自己是喜欢 从一个总体的宏观的这个角度 他不是叫你去怎么股票操作的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是这样 是这个第二个点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在于说 他呢 这个书 这个书很短 那只有五个章节 他就一个章节呢 就讲这个比特币 一个章节讲以太币 那第三个章节呢 是讲泡沫 他讲说这个这里面 曾经过去 曾经有泡沫 第四个是我刚才讲的 Stablecoin 比特币 稳定币 第五个是这个Libra 就是这个脸书所讲 所以你看到的是说 能够在 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了解比特币是怎么一回事情 而且你要有非常宏观的人 就是大师 能够用非常简浅显的语言 教你一个 你很听到很多人讲 但你还不了解 是什么东东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能够让你 去进入的一个 一个入门 一个观念 但是不要期待说 你能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能够说知道 你怎么样去操作 这个比特币 这个是我所要说明的点 好 说完了这个广告里以后 我另外要说的这个点 就在于说是 你如果要怎么看到 这个现象的话 你把它跟另外两个东西 来比较 一个是最近大家讲的 夯得不得了的元宇宙 很多人说元宇宙概念股 我说如果你能够去接受 什么元宇宙概念股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加尼货币 或比特币 比那个元宇宙概念股 还要更实的一点 他至少 这个元宇宙这个东西 是这个 你不要说一年 这半年 这只能才做出来 另外一个是电动车 电动车 台湾你现在可能还没有电动车 这个是这个 也事实上是一个 这电动车这个东西 也大概讲了 这个十年了 但是这两年 因为这个气候变迁 这个东西才起来 最近大家又有讲到 说什么 这个是什么 低轨卫星 太空产业 就这些新的东西 不断冒出来 但是随着这个新的 这些东西冒出来的 这个你任何的经济活动 你一定会牵涉到金融 所以经济活动的 一体的两面是金融 而我们现在 现在进入的是一个新经济 是进入一个虚拟经济 甚至一个进入到 一个元宇宙的 这样子的经济 所以未来的 一定有很多电商 什么交易 在未来新经济的活动里面 这个里面交易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 请注意 那不再是现金 也不是你的信用卡 可能就是加密货币 会是将来新经济里面 主要的一个交易的这个点 最后我要讲的一点 就是说 它为什么今年的价格 那么的变动 是跟气候变迁 我们最近COP26 很热门的话题有关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是加密货币 你要去发行 这个加密货币的话 你要去挖矿 这个挖矿是非常耗电 它是不停计算 不停的计算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 就后来本来马斯克认同 后来马斯克也把他说 他本来说说 你可以用加密货币来买 我的这个特斯拉 后来他也把他暂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不环保 那中国大陆 为什么把他禁掉 以前因为这个 所有大家都来耗电 现在全世界 中国大陆限电 电都不够 所以后来现在又跑到一些 其他的国家 像哈萨克斯坦去 什么等等 但是这些呢 就是造成这个 短期的这些的价格的波动 但是你看到了一点没有 就是虽然这些 短期的这个波动以后 但是他还是回来了 所以去今年最高的 到六万多 跌到四万 现在又回来了 将近这个七万 那这个呢就是有像 我们最近供应链里面 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叫韧性 resilience 它是会弹回来的 那这个呢就代表说 这个中间 这个市场里面 任何的东西 它能够上上下下的 这个就值得注意 它虽然有volatility 但是它不是单向 不是说一飞冲天 或者是一叠 这个落地 它是有不断的人 有正反的这个意见 那这就构成了一个 正常的一个交易的环境 以及一个交易主要的媒介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 蓝桃亚洲的总裁 黄九皇 黄总裁 我把我们今天的 今天谈这本书呢 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结论 几个几个重点 就是当这本书 那这个WIRE的这个 这个杂志里面呢 他们做一些的新经济的 新经济的导读吧 就是整理让大家呢 可以认识的新经济的 几个主要的面向 刚谈到的那六个面向 都是在现在有关于科技 或者甚至于在一些的 投资领域里面来讲 经常被谈到的领域 但是数位货币 加密货币呢 它因为 因为离我们的生活经验 比较远 它比较难想象 你也很难想到应用面 可是刚刚呢 黄泉提到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2021年 这一年 对数位货币来讲 可能是很关键的一年 它是一个转折的一年 除了许多的大型的投资机构 把它摆进了 就是说呢 投资的配置项目 就是认可它本身的波动性 以及可投资的这领域 因为投资基本上面 你不能够血本无归啊 所以你刚刚 你刚刚讲的就是 就是它 它的那个 就是说呢 波动性啊 的当中来来讲 已经符合传统 保守的这种的 金融投资的认可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数位货币本本身 现在的大家所认识的普及性 在除了传统的 这些金融强势的大国以外 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小国家来讲 它的可接触度跟信赖度 可能比他们自己发行的货币 要来的更高更稳定 那因此呢 他们持有不见得拿来交易了 而是持有作为保值 大部分人呢 第三世界国家都拿来保值用的 那这点呢 也很重要 再来就就是 随着随着现在的 现在的时空环境的转变 未来我们 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来讲 以前我们觉得 虚拟的那块 好像是一种贬义 觉得我们就是应该 很扎实的活在实体世界 不过未来可能不一样 那个虚的比例越来越高 实的比例呢 越来越低了 你将来虚跟实 就像元宇宙啊 元宇宙 现在我们可能大部分都还很难懂 但是他就要告诉 元宇宙 其实就告诉你 那个虚 将来可能就 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主体 是的 所以湘王兄 你也可以做一个元宇宙分身 对 就是 那你 我不知道他懂 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有一天 那个元宇宙当中的虚 可能就是 你对于生命 或者生活感受的 最核心的部分 而你在实质当中的 你可能每天一早起来 可能除了吃东西以外 对你来 来讲 你生活当中的一切 的所有的实 跟虚 已经很难分辨 只剩下 可能就只要吃东西 在这块 其他的感官的感受 可能虚实莫变 我知道我讲到这个样子 已经尽我的能力 你可能也还是听不懂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终究是在一个 发展中的概念 那不完全是炒作的意思了 好 那书呢 大家自己找来看 那今天 因为第一次来 在面对面的访问呢 就是说呢 兰涛亚洲的总裁 那黄旗员 黄总裁 我觉得你的 你的专业领域里面 其他的几个面向 包括东南亚的那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找 就找时间聊 好的 来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黄旗员 黄总裁 感谢 谢谢小龙兄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 收益良多来进广告 回到新闻